前年就有個案例 有一個人他是台商 他跟另外一個王興的先生有債務問題 他就直接留言簡訊 給你土豆吃不完 早日升天做生鮮 結果他一告以後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這樣都變成窮光蛋 每天吃土豆 所以大家就是沒有錢 他辯解 可是最後呢 法官說你已經五十歲了 你不知道社會輸嗎 你跟人傳簡訊給你土豆吃不完 你就是恐嚇嘛 好那最後有罪 所以花生也有可能有罪 九萬元醫科罰金 剛剛學長在講 九萬醫科罰金 就是用偷刀去恐嚇別人 最後法官還判他有罪的 是三個月徒刑定驗 九萬元的醫科罰金 所以這個也是一樣 也是偷刀 一樣是慶祭是偷刀 薄是手榴彈 一大堆行話出來了 甘斬 什麼有的不的都來 那今天這些事情 剛剛那個惠文學長在講 這個人其實就是背影在這裡 給大家看一下 他騎腳踏車 4月2號的 你有沒有看過這個人嗎 背影看不出來 有點糊啊 那既然你有拍到這個影片 路邊監視機有拍到的話 那就要看警方能不能找到他 我們剛剛已經講了 先前的案例就是 用偷刀去恐嚇人家 其實 偷刀有成立過 是成立 但是問題是也就三個月 然後醫科罰金九萬元 但問題是我們的社會到底怎麼了 剛剛這個 謝榮介議員 梁翰剛才有在講的 這個海峽中線 我們曾經也講過好幾次 在節目裡面也討論到 我們現在跟中國道路 有沒有一條就是 如果誰飛過誰的海峽中線 誰就違規 就像小學生 這是一個默契嘛 是不是 大家都互相不飛來飛去 這是一個過去的既定的 而且一開始我跟大家講 這叫戴維斯線 它是以前在這個兩岸分治以後 美國限制中華民國空軍 不要到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我們不要飛過去啊 雙遙 雙遙